中国有飞地吗? 飞地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 只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 但固于本区毗邻的土地 通俗的讲 如果某一行政主体拥有一块飞地 那么它无法取到自己的行政区域到达该地 只能飞过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 才能到达自己的飞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 根据我国的行政分级 会出现不同级别的飞地 例如村的飞地 乡镇的飞地 县的飞地 省的飞地 国家的飞地 中国没有境外飞地 逆而在中国 级别最高的就是一级行政单位之间的飞地